而屏東長治鄉席兄之郎 騎機車偷襲女生的胸部 但是法官侵判了三個月的徒刑 引起地方議論紛紛 不過最近又有一名的女護士 在新元鄉被席兄 她懷疑是同一個人所為 可是席兄之郎大喊冤枉 擔任護士的陳小姐 8月5日騎機車行進屏東 新元鄉路口時 被人跟蹤席兄 摔得她滿身傷 就在騎他 我以為是有人要救我 結果他又衝下來 從後面這樣子在摸我 你是嚇壞了 是啊 我一直瘋狂尖叫 可是就沒有路過等於要救 警方調閱入口監視器 還是看不清楚色狼的真面目 不過一看到長治鄉 席兄之郎的影像 陳小姐卻很激動 懷疑可能就是她再次犯案 警方也不排除任何可能 因為當事人是 花生的時間是在深夜 所以並沒有很明確的 來指認說是哪一位嫌犯 所以我目前來講是不排除 有任何人參與的這個案子 屏東長治鄉 席兄之郎因為另外涉及毒品案 已經入獄勒戒 而警方也已經加強東港到新元一帶 加設十幾個鋼燒點 加強巡邏 於是新聞南部綜合報導